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拍摄过大量快制人口的悬疑惊悚类电影 比如我们此前给大家解说的《405谋杀案》、《黑楼孤魂》、《圣保罗医院之谜》、《夜道真非目》、《凶宅美人头》等 都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制作 本期节目,天成再给大家解说一部那个年代出品的国产优质悬疑片《诈骗犯》 其导演正式指导《405谋杀案》的老牌电影人沈耀婷 故事相当精彩 影片的背景是解放前夕的上海 主人公发哥是一名手艺精干的理发师 发哥和妻子阿湘共同经营着一家小理发店 由于地处偏僻,人流量稀少,理发店的生意一直比较冷清 发哥夫妇俩目前正在努力攒钱 希望以后能在热闹一点的市区盘下一间更大的门面房当店铺 这天上午,阿湘带着夫妇俩六岁的女儿回了一趟娘家 独自在店里的发哥迎来了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客人 男客人自称老顾,看上去温良敦后 老顾在进屋后,就一边让发哥给自己理发 一边主动跟其判断起来 并让发哥猜一猜自己的职业 发哥见老顾衣着得体,谈吐不俗 而且上午就有时间出门理发 所以猜测,他肯定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人,而是做生意的老板 老顾对发哥的猜测结果未知可否 他随后话风一转,神秘兮兮地表示 发哥虽然不认识他,可是他却知道发哥的很多秘密 比如三个月前的那场车祸 发哥听闻此言,顿时脸色骤变 原来三个月前的一天,他为了过一把车瘾 曾经向一位朋友借用了一辆汽车外出办事 不料在半路上遭遇了一场漂泊大雨 由于雨水模糊了视线 发哥没能及时看清前方的一名横穿马路的小女孩 尽管他在发现情况不妙后,第一时间踩下了刹车 但是中阴雨天路滑,他的车辆还是重重将小女孩撞到在地 发哥见状,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结果看到,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像是已经丧生 发哥慌里慌张地回到车上 仓皇开车逃离了现场 车祸发生的第二天 他从报纸上得知了被撞女孩的死讯 独自惊慌不安了许久 他也没敢将此事告诉妻女 不过,警方最终没有查到他的头上 发哥本以为此事会这样不了了之 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名叫老顾的敦厚男子 居然是那场车祸的目击者 问题是,老顾当初为何没有选择立即报警 而是在三个月后独自跑来提起此事呢 难道对方是想要敲诈勒索吗 就在发哥疑惑之际 理完头发的老顾果然没有支付理发的费用 而是给发哥写了一张4000块钱的借条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当时的上海地区流通的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 由于货币巨量超发 这4000块钱看上去数额比较大 其实只是一次理发的费用 发哥明知道老顾是想要白嫖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谁知老顾写完借条后 又意味深长地表示 自己以后每隔5天都会前来光顾发哥的生意 发哥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貌似忠厚的男子 是打算从此赖伤自己 但他的把柄抓在老顾手里 也只能满脸堆笑地欢迎对方下次再来 当天下午 阿湘带着女儿从娘家回到理发店 店里这时来了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客人 发哥照例一边给男客人理发 一边热情地与其闲话家常 巧合的是 这位男客人跟老顾一样 也让发哥猜一猜自己的职业 发哥见此人满面红光 穿着考究 便随口奉承他是有钱的大老板 男客人听闻此言甚是高兴 他告诉发哥自己姓黄 是一家五金店的老板 黄老板觉得发哥的手艺相当不错 只可惜店面太小 而且位置比较偏僻 想必生意不会太好 黄老板的这番话 完全戳中了发哥的心事 发哥见黄老板的确像是一个 人脉很广的商场生意人 就半真半假地跟他吐起苦水 并让他帮忙留意一下 在他认识的朋友当中 最近有没有人打算 转让闹市区的店铺 黄老板在思索片刻后 还真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一名姓董的裁缝 由于沉迷赌博 欠下巨额债务 董裁缝正在将自己一处 位于热闹街区的裁缝铺转售 用以偿还赌债 不过黄老板不知道 董裁缝的店铺近期有没有转收出去 发哥如果有意购买的话 估计要再等几天时间 黄老板表示 自己这两天 得空会帮忙去找董裁缝确认一下 发哥听了黄老板的承诺 自然十分高兴 他盘算着 只要能买下董裁缝的店铺 尽快搬离这里 或许就能摆脱老顾的纠缠 然而 接下来的几天里 发哥始终没有等来黄老板的消息 看来对方当时只是随口在跟发哥吹牛 第六天上午 老顾如约来到理发店 声称想要修灭 发哥的妻子阿湘 这时刚好也在店里 好在 老顾没有再提车祸的事 而是一个劲的夸赞老板娘阿湘 长得漂亮 发哥既担心老顾盯上自己的妻子 又忧虑车祸的事被阿湘知晓 所以 就以购买洗发水为由 将阿湘知了出去 修灭结束后 老顾趁着阿湘没有回来 又给发哥写了一张借条 此次借条上的金额是50200元 写完后 老顾还煞有介事地表示 其中的200元是今天修灭的费用 另外5万元 则算是他从发哥手里借用的款项 老顾承诺 将来有一天 会将借款悉数还给发哥 发哥当然不相信老顾的这番鬼话 但是为了避免车祸的事情曝光 他只得瞒着妻子 从家里的积蓄中 取了5万块钱交给了老顾 老顾离开后不久 黄老板终于来到店里 并给发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据说 董才凤的店铺尚未转收出去 黄老板已帮发哥为名价钱 董才凤原本报了5000万的转让价格 不过 为人仗义的黄老板 帮发哥将价格压到了4500万 发哥夫妇要是有意购买的话 下午就可以去看看店铺 当天下午 发哥和阿湘欣然跟着黄老板 来到了董才凤的店铺 正如黄老板此前所说 董才凤的店铺地段极好 价格也算公道 发哥和阿湘看完后都觉得很满意 只是夫妇两手头上 目前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还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将钱凑齐 幸好黄老板是个热心厂 在他的吉利劝说下 董才凤最终答应 给发哥夫妇三个月时间筹钱 在此期间 他不会再跟其他客户商谈店铺出售事宜 发哥和阿湘夫妇对此深表感谢 两人先是支付了500万的订金 然后承诺 三个月内陆续付清剩下的4000万余款 双方在黄老板的见证下 当即签订了店铺买卖协议 由于余款尚未付清 董才凤的店铺没能腾出来 发哥没办法立刻搬家 只能暂时忍受老顾的骚扰和勒索 五天之后 老顾又一次来到理发店休眠 让发哥万万没想到的是 对方这一次居然将借款 直接提高到了100万 发哥终于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自己恐怕还没来得及搬家 就已被老顾榨干 所以在支付完100万 打发走老顾之后 他禁止来到一家侦探事务所 花了200万的费用 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 调查老顾的底细 想要看看 这家伙以前 有没有违法犯罪的前科 发哥的盘算是 老顾死人 敲诈勒索的话术和手段 都极其娴熟 看上去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手 倘若能查出 对方有过作奸犯科的黑历史 便能够以此威胁他就此收手 不要再逼人太甚 可是发哥除了知道老顾的姓名外 对他的个人信息一无所知 所以他和聘请的侦探约定 等到老顾下次再去理发店时 他会立即给侦探打电话 这样的话 侦探就能通过跟踪的方式 先查到老顾的入职 很快 又到了五天一次的勒索时间 老顾准时来到理发店 并将勒索金额涨到了400万 发哥先是寻机给侦探打去了电话 然后不情不愿地将400万现金 交付给了老顾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发哥一直在店里 焦急地等候侦探的消息 第三天的时候 侦探终于将发哥 约到自己的事务所 向其同步了最近两天 查到的信息 原来老顾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龙涛演员 经常演一些杀人狂 诈骗犯之类的反面角色 不过因为演技太过拙劣 老顾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戏约 此外 老顾的妻子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夫妇俩还有一个 正在读大学的儿子 侦探据此推测 老顾是为了供儿子读书 才借机勒索发哥 而据老顾的邻居和以前同事所言 老顾虽然在电影里 经常扮演坏人 但在生活中 却是一个温良敦厚的老好人 侦探也没有查到 他以前做过什么 违法犯罪的行为 发哥对这样的调查结果 感到极度失望 两天后 又到了老顾前来理发店 索要钱财的日子 奇怪的是 这一次 发哥在店里 坠坠不安的等到了下午 也没见到老顾的身影 反倒是黄老板急匆匆的跑来店里 声称 董财凤今天上午赌博输了不少钱 被赌在了赌场 赌场老板扬言 董财凤如果不立即偿还赌债 就要卸掉他的两只胳膊 黄老板此行是希望发哥 能马上支付一部分店铺的余款 就董财凤一命 发哥听了这话 赶忙将最近筹到的 一千万买店铺的钱 交给了黄老板 并让对方写了一张收据 第二天上午 发哥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 报道称 昨天晚上 附近的一名小男孩在横穿马路时 险些被汽车撞倒 幸好路过的一名中年男子 舍身救下了小男孩 男子自己则因受伤 被送去医院 目前生死不明 发哥惊讶地发现 报纸上登载的照片上的救人者 正是勒索自己的老顾 从事故发生地点来看 老顾应该是在前来理发店的路上 救下的小男孩 问题是 一个贪得无厌的诈骗犯 怎么会不顾个人性命去救人呢 满腹疑惑的发哥 默默在心中 祈祷老顾已在救人过程中死掉 果真如此的话 他就能彻底摆脱这尊温神 然而 发哥的期许很快变成了失望 就在当天下午 老顾一拳一拐地再次来到了理发店 他看上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见发哥一副不痛快的神情 老顾痛快地调侃道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 我已经死在了车祸中了 可惜让你失望了 说完 老顾狮子大开口 直接向发哥勒索 一千两百万现金 发哥气急败坏 恨不得用手里的剃刀 割断老顾的喉咙 但中英胆子比较小 没敢真的下手 无奈之下 他将妻子阿湘 昨天从娘家借来用以支付购买店铺余款的 一千两百万现金 偷偷交给了老顾 可是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发哥思来想去 最后决定干脆搬离这里 随后他以租金太贵赚不到钱为由 将搬家的想法告诉了妻子阿湘 阿湘对丈夫的想法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只要再等两个月 夫妇俩父亲买店铺的余款 就能搬到董才凤的店铺 何必现在还要折腾搬家呢 不过在发哥的软磨硬泡下 阿湘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搬家请求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发哥找到了一家位于附近小镇的门面 然后迅速带着妻子和女儿搬了过去 这家门面虽然位置更加偏僻 但至少摆脱了老顾的纠缠 发哥因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心情不错的他 第二天来到董才凤的店铺 想要看看自己未来店铺的周边环境 结果发现 这里居然已被改建成了一家杂货店 据杂货店的老板透露 这间店铺是他不久前 从一名姓李的老板手里买下 他既不认识董才凤 也不认识黄老板 发哥听闻此言 赶忙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店铺买卖合同 没想到杂货店老板一眼就认出 这份合同系伪造 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 发哥这才猛然醒悟 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黄老板骗了 所谓的董才凤 估计只是黄老板 请来协助其诈骗的临时演员 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发哥辗转找到了黄老板的住址 好在黄老板仍然住在这里 见发哥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 黄老板口中脸称误会 然后将发哥拉到一家酒楼 说是一边吃饭一边细说各种详情 谁知 韭菜上齐之后 黄老板并没有提及店铺买卖的事 而是找来一名陪酒女郎 开始给发哥灌酒 陪酒女郎还偷偷在发哥的酒里下了春药 发哥很快被灌得五迷三道 浴火焚身 就在他稀里糊涂地跟着陪酒女郎 来到酒楼的客房 准备与其行欢之时 黄老板突然领着一帮凶神恶煞的小弟 闯入房间 声称 陪酒女郎是自己的妻子 如果发哥不想因意图强暴他人老婆 而坐牢的话 最好再也别提购买店铺遭人诈骗一事 直到此刻 清醒过来的发哥才意识到 自己不但被黄老板骗了钱财 而且还中了对方仙人跳的圈套 但事已至此 作为一名无权无视的小市民 发哥也只得自认倒霉 被迫接受了黄老板的威胁 等到他跟一条丧家之犬一样 灰雷溜地回到自己新租的店铺时 发现老顾不知何时又找上门来 陷入绝望的发哥 再次萌生了杀人的念头 为此 他先是支走了妻子和女儿 而后强装镇定地拿起剃刀给老顾挂胡须 发哥的计划是 在挂胡子的过程中 用手中的剃刀割断老顾的颈动脉 并在杀完人后对外谎称 是老顾自己乱动 不小心撞上了剃刀 尽管已经打定主意 可是事到临头 发哥还是不敢动手 就在他犹豫之际 老顾像是在自寻死路 开始用各种难听的话 刺激和嘲讽发哥 发哥在盛怒之下 攥紧手中的剃刀 对着老顾的颈动脉按了下去 见老顾的脖子上喷涌出鲜血 发哥又慌忙跑到店外 大声向周围人呼喊 出事了出事了 里面的客人乱动 不小心割伤了自己 街上的行人听到呼喊声后 纷纷围上来查看情况 让发哥感到万分意外的是 老顾这时还没死 只见他强撑最后一口气 告诉在场的吃瓜群众 确实是自己不小心 主动撞到剃刀口上 这件事跟理发师毫无关系 说完就死在了众人面前 接到报案的警方 随后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由于没能查到 发哥和老顾之间存在私人恩怨 加上很多目击者证明老顾死前 承认是自己乱动 才撞到发哥手中的剃刀口上丧命 所以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成了意外事故 法官最终判定 发哥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不过他必须关停自己的理发店 并且从此以后不得从事理发师的职业 对于发哥来说 这已算是最好的结果 案情尘埃落定之后 一个自称老顾妻子的女人 忽然给发哥送来了一封信件 和一张支票 支票上的金额 正是老顾从发哥手里敲诈的欠款 以及老顾每次理发修面费用的总和 信件则是老顾亲笔所写 老顾在信中向发哥表达了真诚的歉意 并解释了自己诈骗发哥的原因 正如侦探此前的调查 老顾是一名积极无名的龙套演员 由于演技拙劣 加上年事已高 老顾已经许久没有接到戏约 为了养家糊口 他去参加过很多场面试 但每次都已失败高中 走投无路之下 老顾给自己购买了一份人身保险 希望能用自己的死亡 给妻儿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如果他是自杀身亡 保险公司不可能予以理赔 因而老顾只剩下两个选择 一是死于意外 二是遭人杀害 就在老顾陷入纠结的时候 他意外目睹了发哥 开车撞死小女孩的一幕 在得知发哥是一名理发师后 老顾随即生出勒索发哥 逼迫对方杀死自己的念头 为此他先是苦练了三个月的演技 然后才开始不断勒索发哥 在此期间 老顾的内心饱受煎熬 却也只能一计行事 那天 他在前往理发店的路上 就像横穿马路时 险些被车撞上的小男孩 一方面是出于善良的本性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 自己能死在车轮之下 这样一来 他既不用再纠缠发哥 他的妻儿也能顺利拿到保险金 没想到结果事与愿违 他只是在车祸中受了一点轻伤 无奈之下 老顾只得继续昧着良心 变本加厉地勒索和刺激发哥 最终使得深陷绝望的发哥 杀死了自己 在读完老顾的信件后 发哥心里五味杂陈 自此以后 每一年的清明节 他都会带着妻女 一起祭拜老顾 这个温良敦厚的诈骗犯 诈骗犯上映于1993年 当时的国产电影已是江河日下 看国产片的人越来越少 因而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并不多 影片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 西村金太郎的悬疑小说 敦厚的诈骗犯 里面似乎存在比较严重的三观问题 两名主角 一个是肇事逃逸 一个骗保 这使得整个故事情节显得相当拧巴 无法让观众跟主角产生共情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 下期见